佛教的葬礼 真正佛教的葬礼 是简单而庄严的宗教服务 宗教的职责 在很多信仰佛教的国家里面 一个真正的佛教葬礼 是简单而庄严的仪式 不幸地有些人将那些不必要的 无关的项目 乃至迷信的习惯 浸入葬礼的仪式当中 这些无关的项目和迷信的习规 是依据人们的传统和风俗而来 古代的人介绍这些仪式 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生命的本质 死的本质 以及死后的生命是什么 当这些观念浸入了佛教仪式中来 人们就很容易责备佛教葬礼的高昂价格 唯有当大众肯亲近对佛陀和佛教传统的真实教界 有研究的僧侣 和虔诚的在家居士们学习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收到有关如何适当地举行佛教葬礼的忠告 最不幸的事是 当人们对佛教已经形成一种坏印象 以为佛教是鼓励人们将金钱和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仪式上 我们要清楚了解到佛教和这些低品质的仪式是不相干的 佛教徒并不特别在乎土壮还是火壮 在很多佛教的国家里面 火壮是传统的惯例 为了卫生和经济的原因 火壮是明智的 今天世界人口快速增加 假使我们继续将宝贵的土地为死人所佔用 将来总有一日 所有所剩不多的有用土地 将会被死人佔光 而活人反而无处可以维生了 有很多人仍然反对火壮 他们说火壮违反了上帝的律法 用同样的方式 他们已经在过去反对过很多事情了 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势必要花更多的时间 才能够了解火壮 是比土壮更适当和更有效的 然而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 土壮和火壮并没有什么差别 佛教徒决不会相信有一日 会从坟墓中的鞋骨 或者骨灰盒中的骨灰摇醒过来 并决定他们是上天堂 或者落地獄 人一旦死后 意识和心理能力 就和身体、鞋骨 脱离了联系 很多人相信 假使没有给死亡者適当的安葬 或者将圣洁的墓碑放在墓月上面 死者的灵魂将会飘游四方 而哭泣和悲叹 有时还会去找家属的麻烦 这种信仰在佛教中是不存在的 佛教相信一个人死后 仍然按照他的善业或者恶业而再生 只要这一个人对生存还有留恋 攀缘 他就必然再生 唯有阿罗汉、攀缘的激情已断 死后不再轮回 他们正得最后涅槃 这一段可以参阅作者所著的 日常佛教仪式 死定了 这次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